接下来咱们说说警察这边 周克华做了这么多案子 打死了这么些人 警察一直没有找到他的破绽 监控到最后查来查去的也都断了 压根不知道这人是谁 一直到了2011年的3月 周克华2010年10月18号这天 在长沙市一个光大银行门外 买早餐的时候 监控视频被警方给找出来了 这期间警察也是花了很大的力气 调取了海量的监控 终于发现了周克华没有经过伪装的视频 然后通过监控里的影像特征 又继续追踪 之后又在905路公交车上 找到了周克华的踪影 最后顺着这条线 查到了他经常去上网的网吧 一共有16个 在其中一个叫帅帅网吧 和顶城网吧的两个地方 调取里面的监控录像 发现周克华对自己的容貌 还有行踪非常小心 每次上网之前 他干的第一件事 就是把摄像头挪开 但是呢 警方把帅帅网吧 所有的摄像头影像全部查了一遍以后 终于发现了两张 别人的摄像头 无意中拍下的图像 总算是看清了周克华的长相 因为之前买早餐 拍到的监控很模糊 只能看到一个大体的轮廓 接着呢就调取了他的上网记录 发现他基本上就是浏览一些军事网站 另外呢 特别喜欢看真破类的电影 他上网登记的身份证 名字叫周克强 很快就把这个摩蒂斯基也给抓住了 结果人家把事一说 自己身份证早就被人拿走了 行了 线索又断了 到这就知道周克华的长相了 但是叫啥名 还是不清楚 这段时间周克华继续留在山上的乱反岗生活 没有离开 四个月之后 2011年的6月28号9点37分 他来到了长沙市天心区的一个建筑工地 有个老板过来刚开门下车 他冲上去一枪就把人给打倒了 很奇怪 也没抢钱 转身就跑了 要是猜的话 估计周克华很有可能是给别人当杀手去了 不过这也说不过去呀 你看之前的案子还没破 眼瞅着又死了一个 长沙警方这边啊 把悬赏金额提到了30万 并且把网吧找到的截图打印了出来 贴满了大街小巷 很快呢 周克华就在大街上发现了自己的美照了 哎呦 我天给他吓坏了 赶紧跑吧 长沙这边不能呆了 到哪呢 他又返回了重庆 2011年的7月19号 周克华回家和他老婆办了离婚手续 终于同意放老婆一条生路了 之后他就离开了 到了8月下旬 周克华突然回了一趟家 谁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住了一晚上以后啊 又悄悄的走了 没过几天 他老爹周正喜病重住院 马上就不行了 许伟就赶紧通知周克华回家 给老爹处理后事 这里就有问题了 因为周克华非常谨慎 从来不用手机 那么他们是怎么联系上的呢 我估计应该是有特殊的联络方式 一听清洁不行了 周克华肯定得往家赶呀 但是回来之后他发现 自己做了这么多年案子 抢来的钱基本上都花了 也没剩多少 身上一点钱也没有 依然是个穷王蛋 9月6号 他老爹周正喜过世死了 然后因为家里特别穷 没有钱 村委会给他们支付了丧档费 还有抚恤金这些东西 当时周克华跪在他父亲的坟前 哭着说了 我自己已经是40多岁的人了 混了这么多年 结果老爹死 我连丧葬费都拿不出来 根本就没有做到儿子应尽的孝道 咱们从这方面来看啊 周克华还算是一个有点亲情的人 处理完老爹的后事以后啊 他下定决心必须弄到大钱 方式肯定还是和以前一样 在银行门口直接动手 这一次啊 他来到了南京找机会了 2012年的1月6号 周克华在南京下关区的银行外面 冲到了一个刚取完钱的男的身边 一枪又是直接抱头打死 这次到手现金19.99万 差100块钱就20万了 这个案子发生之后震惊全国啊 各路媒体开始发叫介绍这个案子 周克华抱头哥的外号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出现的 太狠了这人啊 强强抱头谁受得了啊 接着全国好几个省市发布联合悬赏通告 对周克华悬赏总额达到了300万 这次动手以后啊 周克华戴了一个压舌帽 穿着深色的衣服一路小跑到了一个上坡的地方 他呢抬起右手压低了帽檐 然后呢用手和帽檐挡住了自己的整张脸 接着继续往前跑 因为这里正好有一个监控 这说明什么呢 周克华提前的裁点非常细致 哪里有监控早就摸清了 所以一切了如指掌 一点都不慌乱 随后警察就开始追查之前的视频 看看他踩点的时候会不会露出什么破绽 结果发现更夸张 人家帽子口罩戴着就露出来两只眼睛 压根就看不清正脸长啥样 另外呢他走路的时候是外八字 而且双肩摇摇晃晃的 有影像但是啥也看不清 给警方这边造成了非常大的麻烦 随后呢南京就出动了大量的警力啊 在全城范围内开始照死立场 一月十三号距离他抢劫案子 发生七天之后啊下午三点 在南京星卫老山附近的一个乱坟港里 周克华穿着黄格的西服 戴着一个黑皮帽子 一手拿着五香牛肉 一手拿着矿泉水 正盯着远处的南京城 美滋滋的看热闹呢 结果突然间附近出来一个人 这人三十二岁 是一个户外爱好者 他要上山来玩 正好路过这 周克华看到他之后啊 一下子就紧张起来了 然后就赶紧低头吃牛肉 这人也瞅了他一眼 觉得很奇怪啊 这么大个老爷们 怎么跑坟头上吃东西啊 来和死人抢吃的吗 回去之后 他就和邻居一个男的说了这事 俩人一商量 这会不会是前几天那个杀人犯啊 听说奖金都三百万了 要不咱们去看看吧 如果真的是他咱俩就发了 不过呢 比明天白天去晚上太危险了 万一被他一枪干掉就完蛋了 就这样第二天上午啊 这俩人就偷偷的来到了坟地 开始找人 其实这个时候周克华早就走了 人家六天起床 虽然人没有找到 但是他们在一个大石头附近啊 发现了一堆树枝 扒拉开以后啊 找到了周克华藏的一副白手套 还有一袋五香牛肉干 一张1月10号的参考消息 一本叫清兵器的杂志 还有几个空的矿泉水瓶 一个迷彩的双肩包 这可不得了了 虽然他俩也不确定这些是谁的 但是很可疑啊 于是赶紧报警了 随后呢 大批警察赶到现场 当天就开始封山搜查 一直搜到了15号傍晚 一无所获 周克华压根就没回来 但是过程中啊 警察又发现了其他用品 一个叫金润发的超市购物袋 里面还有小票 到超市一叫监控 获取了周克华买东西的正面图像 给大家看一下啊 照片上这人非常帅啊 他平时上超市就打扮成这样 除了这些东西啊 警察还发现了被周克华买起来的大便 很谨慎 他连这个都买了 另外呢 还有一些没吃完的食物 接着通过这些东西啊 获取了周克华的DNA 虽然这个时候还不知道人是谁 不过DNA信息已经确定了 那么周克华这个时候去哪了呢 原来他那天发现登山的那小子之后啊 觉得这里待不住了 于是第二天一早就爬起来 离开南京回了重庆 刚到家 正好看到他老妈来这里看孙子 没想到这次进屋儿子也见到了 老太太特别害怕 就说了 儿子 我刚才在街上看到通缉令了 照片瞅着怎么这么像你啊 周克华一听没说话 接着老太太又说了 前段时间警察来家里通知 让你去换身份证 你没在家 现在回来了 你去不去啊 周克华就回了一句话 我知道了 身份证还有用 和大家说啊 这是他们母子生前最后一次对话 因为他们一会儿就走了 通缉令都贴到家门口了 不能呆了 咱们接着说警察这边啊 他们不是获取了DNA信息吗 肯定是要排查的 但是得有个范围 于是呢 就先在重点可疑人员名单里开始 先查他们的 就这样 重庆市警口派出所在排查中发现了 我们这片有个叫周克华的小子 之前因为贩卖枪支被处理过 但是人长期不在家 就把他给列为了重点嫌疑人了 然后呢 提取了周克华父母的DNA 最终确定 凶手啊 就是周克华 到此为止 折腾了这么长时间的连环杀人案凶手 身份终于确定了 警察也知道是谁在作案了 那就立马去家里抓人嘛 结果到了以后发现人早就跑了 只找到了老婆徐伟 他告诉警察 周克华很久之前往家里寄过钱 另外呢 把当时他拿着步枪在屋里嘚瑟 还有枪藏在后山的事情都说了出来 但是并没有什么卵用啊 这些信息对于抓捕周克华 没有任何的直接帮助 只能确定这些事都是他干的 仅此而已 咱们接着再看周克华 他离开重庆之后 不知道去哪了 没有他的消息 直到两个月以后 2012年的4月份 他来到了四川省的宜宾市 到这里啊 生活轨迹就非常清晰了 他呢先是去了宜宾城区南岸金发街的一个按摩店 消费了一下 找了一个女的 比他小22岁 名字叫小秦 真名啊叫张桂莹 照片给大家看一下 小秦啊是1992年1月出生 老家在宜宾市的一个农村 从小得了癫痫 好几次差点死掉 而且自从得了这个病以后啊 他的智力就开始下降了 到了初三 学习实在是跟不上 就不念书了 然后2008年 跟着村里人出来打工 几年之后啊 他觉得干活太累了 受不了这份苦 所以就不干了 回家躺平 2011年的9月份 他去了宜宾一家按摩店 坐台当了小姐 三个月之后啊 也就是2012年的1月份 经过别人介绍 跳槽来到了这家按摩店 刚到这里没多长时间 就认识了周克华 周克华来这里啊 一个是解决一下生理需求 另外呢 他想着找个女人啊 以便于以后更好的隐藏身份 他和小秦认识并不是一见钟情 因为他基本上把所有的小姐都试了一遍之后啊 最终选择开始专门招小秦了 他并不是觉得小秦漂亮 而是觉得这个女的脑子不大聪明 没有那么多新眼子 如果俩人好了 这样就有了个落脚点了 甚至还可以发展成同伙 就这样 两个人深入交流了几次以后啊 慢慢的就熟悉了 周克华呢告诉他 我叫刘东 是个企业家 哈佛大学毕业 是2005年全国十大结束新年 而且我还特别有钱 家里的买卖干的特别大 我一个电话过去 分分钟钟就能到手几百万 我就是天天玩 咱们说了 这小秦虽然不怎么聪明 但也不是个傻子呀 对这件事 他也是半信半疑的 因为来这里的老爷们啊 没有几个不吹牛逼的 老哥们应该比我都清楚 小秦呢 寻思了一会儿问了 那你结婚了吗 周克华说 你了 前妻带着孩子去了成都 接着周克华还说了 我家里有三个姐姐 我和三姐是龙凤胎 现在整个企业都是我俩管着 他话里话外的意思就是 我家就这么一个男的 以后肯定是要继承家产的 小秦听了觉得也不错 但是一想到自己是个小姐 反正你也不会娶我 说这些没用的干啥 接着他开口了 那啥大哥 你先把睡我的那150块钱 给截了吧 痛快一点 周克华听了一乐 不好意思 刚才我忘了 小秦不知道的是 他以为这男的就是玩一玩 没想到后面的好事来了 2012年的5月1号 两个人接触也快一个月了 小秦突然接到了周克华的一个电话 让他出来一趟 他呢就打着车 到了宜宾市脆平区莱茵河畔小区 在花园里啊 两个人见了面 随后呢 周克华告诉他 我想包你一周 然后给你一万块钱 行吗 这小秦一下子就迷糊了 一万块钱 真的假的 别说没用的 没钱给我 别扯毒了 周克华一看就明白了 马上从兜里掏出用报纸包的一万块钱 啪嗒一甩 说了 钱在这儿 你先拿着 考虑考虑吧 行就收着 不行再退给我 接着转身走了 小秦捧着钱啊 直接愣在原地了 一万块钱就这么到手了 他压根就不敢相信 反应过来以后高兴坏了 我的老天爷啊 我这次是真的遇到贵人了 晚上的时候 周克华电话打来了 你考虑的怎么样了呀 小秦立马就同意了 快来我家找我吧 就这样 随后一周的晚上 周克华就在小秦租的房子 房子里住下了 这不很快到期了 得续费了吗 他呢又掏出了一万块钱 咱们还继续不 小秦一看那肯定要啊 欢迎光临 我的哥哥 但是呢 这次周克华提出要求了 我白天也要在这里住着 小秦一听啊 怎么还有别的要求啊 行啊 你不是有钱吗 那就狮子大开口 白天住也可以 但是每天要给我加一千块钱 大家看到了吧 一个周这就是一万七千块钱 这不就是明抢吗 问题是不管他开什么价 周克华一律答应 行 没问题 就这么定了 这个时候小秦算是彻底相信了 自己遇到的这个叫流动的人 是个大怪 然后呢 也和他说了实话 我叫张桂莹 你别怪我要你这么多钱 我小时候得了癫痫 现在治病花钱很多 我没办法只能这个样 周克华一听啊 行啊 你挺够意思的 这样吧 你放心呀 桂莹 治病的钱我给你弄 遇到我 你就没事了 就这样 在第二周包养结束以后啊 周克华说了 我的房子到期了 这样我直接搬到你这里算了 小秦也同意了 他这次啊 也没有跟周克华 在提包养和房租的问题 不要钱了 从这以后 两个人正式开始通知 周克华一看 省了不少钱呢 所以有事没事啊 就带着他出去逛商场 经营首饰 说买就买 另外呢 他知道小秦的弟弟 现在上大学了 又给小舅子 买了个笔记本电脑 生活方面 他对小秦啊 也是无微不至的照顾 特别的孝顺 小秦呢 在家里啥也不干 就是吃喝玩乐睡觉 还有背睡 吃饭呢 就让周克华出去买 就差给他洗脚喂饭了